原标题 有语话,叫做三分天下诸葛亮,一统江山刘伯温,诸葛亮自孔明,好卧龙,识人云,卧龙,凤厨,得其一者可以安天下,刘备动心了,带上金银财宝来请诸葛亮出山做自己的流浪CEO,二人在龙中草炉里滴滴不顾半天,诸葛亮告诉刘备该怎么争天下, 这就是著名的龙中队,所谓诸葛亮未出茅庐,便已三分天下,诸葛亮同意出山,帮助穷的叮当响的流被打天下,火烧博旺,火烧新野,火烧赤壁,三把火,再加上至取荆州,再取西川,成顶图之时, 只可能诸葛亮后来北伐时,用兵过于小心,又碰上司马医这个油盐不尽的老狐狸,最终没有完成统一大业,再说,刘姬刘伯温,刘伯温曾坐过园,朝的小官,器官还乡,被朱元璋相中,请为谋主, 刘伯温上书十五十八册,和诸葛亮的龙中队差不多,都是本集团的长远战略规划,在刘伯温的谋划下,朱元璋消灭了对自己威胁最大的陈友亮,昌世成等势力,夺取天下,刘伯温又制定了大明日,为维护大明江山的稳固立下了大功, 从这点上来说,三分天下诸葛亮,一统江山刘伯温说得没错,毕竟,诸葛亮穷尽一生,也争得三分天下有其一,刘伯温却帮助大明王朝实现大一统,展开全文不过呢, 这句话,后面还有两句,叫前朝军师诸葛亮,后朝军师刘伯温,后人对诸葛亮和刘伯温都是非常认可的,并没有觉得,刘伯温比诸葛亮强多少,对于诸葛亮的失败,后人是抱有极大同情心的, 有人会说,诸葛亮为什么没赢得天下,对手是司马懿,朱元璋的对手,陈九亮,张世成,哪个可比司马懿,对此大家怎么看呢?返回,搜狐,查看更多责任编辑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